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鬼谷子十人数 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 看这四件事就知道 无论是在风云变化的职场中 还是在尔虞我诈的生意场中 寻找可以信任的伙伴和朋友十分重要 有了自己信任的人 才能够没有后顾自由 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一旦涉及到利益 人们就容易产生背叛 著名的道家代表人物 鬼谷子是一个看人的高手 他通过研究人的面向和行为 从而得知一个人的本质 通过学习鬼谷子的四句话 我们可以考察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 第一,认宠之人,观其不交涉 在古代,皇帝身边的红人 经常长出自己受皇帝喜爱 因此为自己谋取私利 秦朝的赵高和明朝的刘景等人 就是典型的小人得事 他们利用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在朝中信封作浪 如果一个原本很平凡的人 突然受到上级的宠爱 他就很容易变得骄傲和自大 这种人是不可信任的 因为他们的性情会随着周围的环境 发生变化 如果选择这种人做自己的左右手 迟早会深受其害 能有多少人坚守气节 又能有多少人真正的为别人保守秘密 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和一个朋友发生了矛盾 你们几天都没有联系 但是他在这几天里到处说你的坏话 搞得人人都烦你 那这样的友情一定不能要 反之如果这个人在别人面前说的 都是他不对的地方 或者坦白说两个人都有不对的地方 那么你一定要挽回这段关系 这个人是十分值得信任的 3.荣显之人 观其不惊夸 我们可以见到很多货奖 或者突然得到了财富的人 变得目中无人 他们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 其他人只能跟在他们后面 他们被虚名冲昏了头脑 殊不知他们的荣誉 也有周围朋友的功劳 大家既然能让他出彩 也能让他出丑 一个人在有了成就以后 更应该低调处事 低调做人 对待身边的朋友应该一如既往 而不是看不起他们 4.隐约之人 观其不设矩 不得不承认 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胆怯的 如果他们的一些利益 被某些有权有势人侵犯了 他们多数会选择默默忍受不作为 正因为这样 生活中的一类人就脱颖而出了 他们虽然也是小人物 但是他们并不畏惧权贵 他们勇于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样的朋友是值得信任的 他们有胆势 有勇气 对待朋友也是忠诚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您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